花莲市明年路上了一间酒吧 在21号的凌晨3点左右 发生了一起砍人事件 一名年约40岁的女性男子 在喝酒醉之后开始大闹店家 被业者请出后 却又回过头来持续的叫嚣 这也让临桌的20岁黄姓男子看不下去 衍生了口角冲突 甚至还拿出了刀蟹将人砍伤 警方在货报之后 立即出动了快打警力 并且在一天之内就将人逮捕到案 两名男子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一旁有人急忙把两个人支开 避免冲突 21号凌晨3点左右 花莲市明年路一间酒吧 一名年约40岁女性男子 喝醉之后开始大闹店家 被业者请出 却又回头持续叫嚣 这也让临桌的20岁黄姓男子看不下去 衍生了口角冲突 甚至于追出店外持刀把人砍伤 那我们到达现场后 给予评估患者的左肩 有大概10公分撕裂伤 那我们现场给予轻易伤口 包到止血之后 送往慈激医院给予救治 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快打警力 但是砍人的黄姓男子早已离开 剩下闹事的女姓男子 还在店内咆哮 援警制止无效当场将他压制 带回保护管束 在本辖花莲市林森路与民里路口 有多人聚集之事 本本局立即派遣快打部队 警力前往压制 现场除将女姓伤者送一救之外 另将在场黄姓嫌疑人等三人 全数代案侦办 并查获作案刀线一把 本案经调查 双方吸引PAP店内饮酒起口角 进而发生斗殴 警方调阅监视器后 巡线锁定了逃跑的黄姓男子 并且在一天之内就把人逮捕到案 全案在讯后依杀人未遂 妨碍次序等罪嫌 将黄姓男子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解释力情 花莲市报道